AudioJungle AudioJungle 大陆东方航空和厦门航空1月30日,主动宣布取消申请,台交通主管部门负责人赫尘但却说,从来没说不予批准,事业者不做沟通,台交通主管部门官员甚至暗示,可能进一步取消东航、下航定期航班。 对此,台湾淡江大学蓝阳校园、全球政治经济学系主任包正好表示,倘若台交通主管部门真的寄出减班,受创最重的是台商,而不是大陆旅客,威胁可能取消定期航班。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1月31日报道,台交通主管部门1月30日,举办新春记者会,有媒体询问,台当局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强调,M503航线,事关飞行安全和岛内民众权益,既然是飞行安全问题,未来如果两家航空,还是继续飞行未经同一航线,是否会砍掉其飞台湾的定期航班? 台民航部门负责人林国显说,后续问题根据情势发展决定,等于不排除砍掉这两家航空公司定期航班的可能。 包正好指出,看到这则新闻,不禁哑然失效,原来这就是台当局对大陆开设M503航线的因应作为,浮现在他脑海的是睡醒回到解放前,台当局为了逞一时快意,现在是什么也顾不上了, 根本其虎难下,先前张晓月色力内人的说给大陆最轻微的处分,就已经是个笑话,如今台交通主管部门更是无价限的,想要用砍定其航班数量的方式。 来威胁大陆,报道称,他强调,威胁时对方在互财有用,现在两岸经济互动密切,人员交流频繁,其中台商穿梭两岸,但大陆来的可是以旅游为主。 倘若台交通主管部门真的技术减班,受创最重的是台商,而不是大陆旅客,定造成两岸关系大倒退。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1月31日报道,M503航路事件持续延烧,东方、厦门航空1月30日宣布取消两岸春节加班机申请,下一步台当局是否取消定期航班。 台民航部门负责人林国显则说,要看对岸善意及尊重程度,引发外界联想,但学者提醒,台当局后续若真的取消定班是最坏选项,提醒双方是缓责员,但将大学陆言锁副教授张五月说,取消定班姿势体大,将造成两岸关系大倒退,影响民众往来,也会冲击两岸的其他协议,是最坏的选项。 他说,若台当局取消陆航定班,对岸是必有相对应的措施,会让台湾或大陆承受较大压力。 报道称,张五月观察,台当局有所作为,表达立场,但大陆不可能立即停飞M503,立即协商。 此时若又提出最坏方案,台湾方面会承受更大压力,要坐上谈判桌,双方不要再恶言相向,相互层层加码。 没有帮助,现在有必要做软的沟通,是缓则员,台南大学空运管理学系副教授如衍良则说,取消定班对两方都受伤,尤其对台湾影响更严重。 且定班有些票种一开票就是一整年,不像春节加班机是短期影响,更是一整年的影响。 他认为,较可能受影响的是短期内,双方若申请新航线被搁置,但两岸问题终究要回到技术面讨论。 不乐见取消定班反制,大陆回应不存协商问题。 据台湾中央日报网络报,1月31日报道,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当日斩钉截铁地说, M503航路已经经过了多方专家的可靠性论证,经过了国际民航组织的批准,并且为这个航线指定了代码。 所以说航线运行的精度、安全性以及可靠性,均符合国际民航组织的规范,不存在因为飞行安全而需要协商的问题。 马小光强调,自2009年以来,随着两岸空中直航的实现,两岸的空管部门已经建立起了协调通报机制,这个机制的运作是顺畅的。 大陆区域空管部门与台当局空管部门,会保持技术性沟通,以保障M503航线的安全运行。 另据台湾经济日报网站1月31日报道,熟悉两岸航空事务的人士指出,M503航路并没有影响到台湾,台当局在这里一直叫会影响我,会影响我,是挺奇怪的。 何况金门,马祖在对方的飞航情报区里,有时候飞机一不小心也是飞到对岸上空,对岸也没说什么,这是一种默契,有时可以私下透过渠道来谈,用不着这么高调不断批评对岸,甚至拿加班机来摇挟。 报道称,以航路的事情来指责东航、下航,根本就是台当局在找替死鬼,因为航空公司的飞机从杠澳飞厦门、福州、上海,都得听从航管指示的航路来飞,怎么可能听台当局的命令,不可以飞哪一条航路。 报道称,台当局其实很清楚,从2016年520开始,大陆已摆明,台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,两岸同数一个中国的前提,就不可能协商,所以即使是春节加班机,连续两年都是用传真的方式达成协议。 因此台当局想要借M503航路的事情高分被呛大陆,逼迫大陆坐下来谈判,大陆完全不配合演出,何况四条航路大陆,早已向国际民航组织报备过。 2018年1月17日,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,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,在发布会上邀请记者提问,新华社记者陈宇